先弄一下 开始了吗 还没开始 ok 我可以OB一下他们的民族 哎呀 直接洗我了 斯拉夫 中国 阿兹 法国 西班牙 两个斯拉夫爱好者 我服 我服了 两个斯拉夫爱好者 阿兹 玛雅 我操 上 把所有的强的民族都用上来 踏脱这一场就是想尽全力去打 硬加呢 Hero还有硬加 还有玛雅 但是他没用 踏脱有硬加 踏脱也没用 行吧 这两边民族 我是更喜欢踏脱的一点 踏脱必须选了一个玛雅 踏脱的中间一个踢也是大写 妈的 行了 给我给这个小伙面子 OK 游戏倒计室 20秒 我在天命党吐槽Hero 那是很早的事情了 我没那么小气的 这个 这么早的事情 早就不记仇了 OK 游戏开始 我游玩竞猜开了 想竞猜的 有游玩的可以参与一下 没有游玩的可以平时去注意一下 抢一下 有什么火箭飞过的话 点进去看一下 人品爆棚 可以抢个什么 8000多5000多 游玩可以抢非常多的 实在不行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冲值 冲值送鱼丸 兄弟 土豪的方法 这一场Hero选了法国骑手 法国骑手对上玛丽 玛丽的飞刀是打不过斧头的吧 是打不过斧头的吗 我打冲动不是不是安排的呀 兄弟 我打冲动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路过关 斩将斩过来的呀 特别是冲动 冲动作为一个比较低的种子 你要是按照种子排名的话 冲动在第一轮早就应该被干掉了 他一路算是一个微小型黑马 黑了过来 把两个高于他种子顺序的人都给干掉了 这不是安排 这是努力 这是勤奋 马里 毕竟有骆驼 有骆驼的民族打法国就还可以 不过 昨天 昨天看到牛哥那个法国没有 牛哥那个法国真的恐怖 马烟骆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贼牛逼 牛哥的马爆果然是另外一个档次 完全是另外一个档次 兄弟 冲动把MAX给干掉了 报仇了 地场KOTD的比赛 不是 地界 地界沙漠之王的比赛 冲动是被MAX干掉的 现在报仇了 很舒服 能报仇是最舒服的 可怜的就是我这种 妈的 地轮 地轮把我干掉的对手 第二轮都没活过一轮游 就直接一轮游了 我没机会报仇 我很难受 我很难受 牛哥什么打法 牛哥当时打的是 骑兵加上和尚 骑兵加和尚 然后应对骆驼 因为 骆驼打和尚打得不快 然后骑兵打和尚打得快 就同样的 对面也是骆驼加和尚的情况下 骑兵 就其实和尚才是最大的阻力 骑兵砍得快一点 骆驼砍得没那么快 雨哥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 很早很早开始的时候 就是MAX的粉丝了 我隐隐约记得 在某一次比赛 好像是 风星班的那次比赛吧 我们邀请了8个人 然后每个人 一天打8个人的那场比赛 那时候你就说 想要邀请MAX 我当时对MAX还不了解 那时候他分数也没那么高 我就觉得一个菜鸟 特别邀请干嘛 结果谁知道今年就那么牛逼了 我和史达哥BO21 有没有老板赞助的 让我去报个仇 给我们个机会去报个仇 史达哥 荧光棒你是不是昨天已经刷掉了 他每天只 每天只有刷一次 每天只刷一次 BO21五千请得动吗 肯定请得动啊 庄老板要赞助吗 要赞助五千块钱吗 真的吗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吗 肯定请得动啊 妈的史达哥要是五千块钱 他不动我一脚把他踹动了 一脚踢在他屁股上 没有一个限额 对于我个人来说多少钱我都会打 关键是你要有一定的数额 要让史达哥也感兴趣 你等让史达哥感兴趣 你知道吗 这起步你要是想打个BO5 或者说BO5吧 BO7吧 你要是打一个BO7的话 起码得有 国际比赛 你300美刀左右应该有 300或者200 200 300美刀 至少 是不是只能送给一个人 本来就是啊 荧光帮是有 吃辣限制的 没事 你可以这个主播送一两根 然后另外一个主播送一两根 然后 你就收获了双倍快乐 主播就收获了双倍的 不是 就是两个主播都很开心 荧光帮要省着用 我的 我的 我的20来根荧光帮都是送给20多个主播的 每个人送一根 庄老板 下下周六 BO9 2000 我可以去问一下他 我可以去问一下他 确定了 确定 确定我可以 BO9 BO9是赢多局啊 赢5局 是吗 标九适应物局吧 对 OK我回头 我去找史达克去聊一下 他应该是愿意的 然后呢 然后 算了 细节再说 专老板方便的话加一下我微信 如果说真的有 真的是打算赞助的话加一下我微信 我们可以商讨一下接下来细节 微信号在这里 微信号在屏幕下方 看一下现在的局势 塔托是出了四个箭矢 四个箭矢然后出了一个叉叉 他没有生箭矢先出了叉叉 我估计资源是不够的 食物现在刚够 可以生了他不生 他选择生种田我喜欢 就创这个生种田 塔托粉定了 生种田我喜欢 黑马打的是肉马 很常规的法国打肉马 以黑马的操作来说 干掉他问题不大 干掉这堆兵 不是什么问题 你只需要三个肉马 先把叉叉又怼掉就好了 先把叉叉干掉这波兵就好打 肉马直接冲了进去 有一个肉马被戳残了 说好了支持徒弟呢 开玩笑的他不是我徒弟 我就指点了一下他 表面图表面师徒 没有 没有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 生这个种田的科技 我不生浑身难受 好不容易 因为其他人都不生的 我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生的 肯定要支持一波对不对 直接卡末房 出头毛手是啥意思啊 先把叉叉给摁掉 先把叉叉给摁掉 头毛手对叉叉有加成吗 如果说没有加成的话 射一下是一滴血 因为马里有加一的防御 我看一下 我记得之前有谁说 对叉叉是有加成的 有有有有 真的有 好 把这个微信号下了吧 等一下我微信通过一下 我看着 花伞也加了 花伞 花伞你还不睡觉吗 决心到现在还不睡觉 我是你的话我已经累死了 写YUIO送了两张卡 加成我对这个一直都不了解 这不是被飞机砸扫的 我是一直都不了解 这种帝国里面的很多数据我都不清楚 我只知道他可能有加成 可能有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 我不是一个对这种各方面数据了解的特别多的 他说这四个电视火到现在基本上丝毫没有受伤 有一个掉了一点血 抬杀Hero肉马 Hero肉马控制应该是一流的 这三个肉马起步换掉两个农民 换不掉我吃死了 以他的操作起步他说死两个 兄弟 杀这个杀鹿的呀 哎你不要去找伐木的 我伐木农民那么多你是猪啊 这农民应该要死了 谁上海定的农民送的一张办 等一下人家肉马还没死光 说不定还能砍一个呢 你就那么确定他这个肉马砍不了一个吗 太令我伤心了 太令我伤心了 妈的 Hero太令我伤心了 两个人扯把时间差不多 Hero还是决定打马 他假装出了一点布弓 小套路用得一惊一炸的 不对我好像不应该用这个词 小套路用得津津有味 小马就 他从现在也升了一级防御 他是要转骆驼吗 哇操 可以互相套路 没有一个人是增长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增长的 互相套路 炉火纯青对对炉火纯青 我刚说怎么感觉有一点小瑕疵 没办法我以前 我以前读文 以前是读语科的 我本来要去读文科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 牵客烧人 胸怀抱负 难以报答国家 那时候写了很多东西 表达了很多 不能为国 不能为国争光的遗憾 还有对祖国山河的喜爱 表达了 表达类似的思想感情 我以前 我以前会去 没事的时候 我就写一些散文 还是一些什么 诗歌之类的 现代诗不是说文言文那种诗 但后来去学了理科以后 我就没有这个操作了 很难受 我是一个应试教育上面的一个牺牲品 知道吗 我是有天赋的 我真的是一个诗人 OK 塔头现在是出骆驼 骆驼加上一小队弩手 Hira是直接开了三个TC 我之前有跟他说过 叫他前妻打凶一点的 你怎么又去种田了兄弟 哎呦我的天呐 我一直跟Hira说 叫他加强一下 他前妻能给的压力 因为他操作很好 他控制非常好 而且速度也很快 你看他的 等一下 主机好像不是他 主机是他 你看他的切换速度 我给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切换速度 现在看不出来 你看看到没有 这种速度是人吗 这种是人的速度吗 对不对 这家伙很有天赋的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长处在哪里 我那一天有帮他指出来 不效果 泰里我相信 他后期不厉害 他又特别喜欢拖后期 他是像少年那样子打 他会很强的 少年是什么打法 少年是把你冰压在家里 让你出不了门 少年是从封建时代开始 冰就一直压你家门口 什么头毛手直接放过来 布弓直接放过来 只要有机会 他就不来压你 你一直拖人家 骆头成型了怎么办 骆头成型了怎么办 脑米苏现在还是领先 领先了五个六个 他错也是三个VC 打后期打不过的 打后期是打不过的 可以打什么 长挂极腰 没有腰 他应该学习一下昨天刘哥打法 刘哥昨天打法国就很凶 就直接河上一直不停 用马强烟 看到马强烟的骆头 好像这把反正也可以 这波也可以烟掉 而且还把布弓给吃掉了 这波打赢了 我操招四个骆头 可以 小兄弟的控制可以的 赶紧赶紧压过去压过去 一巴掌压过去快点 可以转一下斧头了 这个局可以不用出马 出斧头 卡通加了一个和尚庙 又加了两个和尚庙 是不是 那一把牛哥的剧本也是这样子 牛哥那个时候打那个谁 打烂哥的时候 烂哥也是第一波骆头被吃掉以后 立马下着加了两个 加了两个小道院 开始爆和尚 结果还是没打鱼 剧本好像是非常相似 对这个时候开始压也可以 赶紧什么兵都送上来 有什么送什么 他还钱城堡吗 对 这里我说一下 他现在会钱城堡 完全是我的功劳 他之前不挖石头的 他之前不喜欢挖石头 我当时我就告诉他 你一定要保持住压力 早点挖石头 早点起城堡 早点去压城堡 这个是我的功劳 不管你信不信 这功劳是我的 不要跟我抢 他以前不会压城堡 只不过这个城堡可以压得再强势一点 可以直接塞过去 控他田 还行啊还行啊毕竟有压了 起的不算特别好 但是毕竟有起 总比不起好的吧 以前他是不起的 以前他都不起城堡的 跟盗腿一样 转斧头 升个帝王然后转斧头 胜利就在眼前 请你抓住鸡肺 帝王点拉 出斧头兵 仪器合成 你不要一直出马好不好 出斧头兵 有点连性 转一下斧头 人家都是骆驼 他什么都没在出 检生物 检生物的习惯 倒是挺不错的 他没在出啊 你要出叉叉吗兄弟 你想了那么久 你想出 想出一个出叉叉 哎呦 卧槽 这为什么 我愿意去教他 我相信 我教他 他有机会 能干掉他扣 干掉VIP 帮我干掉VIP 就算是他干掉 我也不慌 因为我内心对他是有很大自信的 你看这种 兵种选择上面 都是有很大问题 虽然说这个局 无论他出什么都是赢了 但是你说这么大的优势 你就像之前 前两天 大家一起省黄金的一样 完全可以出更帅的兵种 完全可以出斧头 为什么要出叉叉 这不是我教的 这不是我教的 这城堡也不是我教的 我对他出叉叉 这个行为不负责 打掉VIP 强势民族没用的 如果说他进了半局赛的话 VIP赢的话 VIP赢的话 民族会重置 民族限制只在前三轮 出叉叉 没错 出叉叉可以赢 只是这个局势可以更浪一点 不是 你甚至出斧头 都不能说是浪 出斧头可以更凶一点 打爆机 叉叉已经快升级好了 TRA顺便升了一个重装 我这样出斧头 已经是很稳的决定了 我跟你说 刚才这个局要是我打的话 我会怎么玩 我叉叉斧头 我都不出 我直接升游侠把你爆掉 直接游侠噎 噎你骆驼 是我的话 我就这么玩 你给我那么大力都是 我是不会出其他兵的 出斧头 已经是我最不烂的情况了 你让我出叉叉不可能 GG 对吧 比较轻松拿下 看到没有 有一个很强的师斧的时候 你也会变得更强 1-0 轻松拿下第一局 踏脱完全不是对手 有完结算一下 有完结算一下 法国新版本更新了以后有了 看一下他们民族 有一个少女粉 反护没烂 然后这边的 马里没有 现在马上用什么 斯拉夫吧 两个斯拉夫 互相碰撞一下 Hira打这种类似的 他其实打鸟民族不厉害 他厉害的是打这种 骑马的民族 因为他打肉马比较熟练 对这个战术比较熟 我先打算一下 我们下一个位置 对这个战术的 证明的 谈我们下一个位置 来看 接着 没关系 要是 要是 有点 有点 感谢观看